接著我們來看它的這個有關圖庫的部分 我們剛好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在FocusGuy裡面它的圖庫跟微軟的也蠻接近 可是它的會跟各位平常在用的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假設我拿這個來好了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基本圖形那個應該都還好 這個應該還好 這個是第二個就是它圖片的部分 它有幫我們做好分門別類 您可以從裡面去挑 從裡面去挑 那麼比較重要的就是這些內容 您所看到這些內容 它都是具備好的 都是具備好的 那當然放大縮小就不失真嘛 對不對 好這邊是基本的一個 那麼我們往下走比較特殊的是這個叫角色 這個呢就是我們有提到微軟裡面現在沒有的 你把角色按一下之後呢 它有分三種角色 一個是Flash 一個是PMG 一個是GIF 那Flash的部分呢 圖庫比較多 不過您如果用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各位知道現在網路上Flash行不行 不行嗎 所以如果你有用到這個部分的話 它放到網路上會變成只有第一個畫面 也就是它變成靜態不是動態的 這是第一個 那GIF也可以做動畫 那PMG就沒有 PMG就單純就是只有那個而已 所以你看我們再按一下Flash的 好假設您想要這個 點它一下 點這個角色進去之後 它裡面有沒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 對不對 好比如說精神意義 你就把它點一下 這樣就一個動畫進來啦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就一個動畫 所以這個是它跟別人不一樣的 那麼你也可以試看看 我們這邊有GIF的 GIF的它基本上就比較單純 比如像這個 好吧 雖然這一天還沒到 有沒有這樣就有GIF的動畫 這樣了解 好所以這個是您可以加進來的 那如果是PMG的角色 它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就是靜態的 可是它裡面一樣好幾個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比較大一點 有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我在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一張去背好的 對不對 好所以您在使用上 相對來說就方便一些 而且這些圖簿也是大部分大家平常 比較少看過的嘛 對不對 好 那當然您從網路上找也是可以 好也是可以 好 這個是像我在這邊 這個也有 我在剛給 剛開始給各位看的簡報裡面 我就用這一張 有 有 在這邊 對不對 好剛剛的第一個簡報裡面就有這個 所以這個是它不一樣的 那另外呢 它還有 這一個就是Flash的圖庫 再往下 角色再往下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面呢 就不只 就不是像剛剛比較局限在 就是人物的 或者是那些物件 它可能有一些就比較整體性的動畫 當然還是一樣 因為它既然是Flash 所以說你放在網路上 它就是抓第一張 可是我覺得它裡面有很多不錯的是 一些包括雲啦 雨啦 效果很不錯 那你變成ES1 或者是 您就在電腦裡面有裝上這個軟體 打開這個專案檔 事實上也可以 好 比如說你要看這個 這個 龍 這裡 你看這個 它也是會動的 好 所以 其實 如果說你很在意說 它發布之後 看了會不會跟我們一樣的 那就是你在電腦裡面 裝上這個軟體 把專案檔打開 就可以確定你現在預覽的 都是OK的 這樣OK嗎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用 Focus Guide的時候 你如果要用它圖庫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有Flash的 記得 就變成是 你要變成執行檔 或者是 在自己電腦上 打開 來做 這個Demo的動作 好